不过最近的话题 很夯的话题 我们刚刚谈到 除了通灵之外 还有什么很夯呢 还有功夫对决 很夯 好像到处都在对决 这个通灵界要PK下战帖 功夫界 武术界也要PK下战帖 最近最红的就是 徐晓东 即将要来台湾 不过据说现在卡关了 一线狂傲的徐晓东 居然在直播平台上哭了 我二十年代的地方 说没就没了 我在我自己的微博上 我写我很光荣 我是石上海的教练 也不让我打了 都特别让我删了 因为中国武协说了 不能让我有名 原来他的狂 惹到了中国武术协会 除了出道武馆 把他名字删掉外 8号要来台湾 跟馆长PK的行程 恐怕也无法来了 我去趟台湾 我就成特务了 我接受了台湾 两家电视台的采访 我就是特务了 从KO太极拳大师 到跨海约战台湾高手 大陆格斗狂人 徐晓东的举动 在大陆已经引起 两极化的评论 甚至京东大陆 体育部门的最高主管机关 国家体育总局的介入 不但批评那场比赛 是偏颇不科学 甚至传出他们 频频施压 让徐晓东赴台湾的行程 受到阻碍 徐晓东的狂傲 不只被官方盯上 武林界也一堆人看不下去 香港TVB武神李嘉 就隔空向他约战 秀一首徒手批榴莲的功夫 李嘉呛瞎 要把徐晓东的头 按住当榴莲狂打 而出名后的徐晓东 过去言论也被网友起底 说他曾批评过中医 解放军 共产党等 甚至还说 钓鱼台是日本领土 不过面对网友的爆料 徐晓东说 这是网友恶意批图 他会提告 爆红后 约战一场都还没成功 恐怕就先被 最近的口水战淹死 三连新闻 赖兴俊 曾俊豪 孙文豪 综合报道 徐晓东现在应该是 武术界最狂 也最红的格斗达人 没错 他最红的那一场战役 是在4月27号 那场战役 他是跟号称 太极宗师的蕾雷对决 想不到 不到20秒就KO了 所以 仲杰 你也是格斗达人 你帮我们来看那个影带 帮我们拆解一下 他想要真厉害 这个徐晓东 实际上他 他跟这个雷雷 这个雷公太极 他们年龄相差两岁 徐晓东他39岁 那雷雷是41岁 那这场比赛20秒就结束 其实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 他自己是说 他7秒就KO他了 在打的时候7秒 还没有接触前 他把不算 他接触以后就7秒 他说他接触他7秒就KO他了 没错 那当然这个故事 因为徐晓东是一个非常 人家说这个格斗狂人 他的言论非常的 比较偏激一些 因为他是练习综合格斗 早年他在北新是一个 是练习散打的 他以前是散打的那个体校的队员 后来他是2003年是这个 中国第一批的综合格斗学生 综合格斗技能就是包含拳打脚踢甩 包含对手倒在地板上 你都可以骑上去压制队上 那当然这个徐晓东 他的狂妄言论 他会特别针对这个传统武术 他认为说 他在挑战传统武术 没错 他认为这个传统武术 好像不那么实际 所以他在网上 不是他根本 他讲得更狂 他说传统武术 根本很多都是骗人的 都是假的 所以这个网友就会跟他 他说成龙是演员 所以这个网友就会跟他比赞 比赞到后面 他就在4月17号的时候 他就写信给这个 4月18号的时候写信给雷公太极 他就说 我9天后 4月27号去找你怎么样 下战帖 没错 结果这个雷公太极他也很妙 4月19号他回头他说 接受了 那天就不见不散吧 然后那天4月27号的时候 就是画面上这场巅峰对决 没错 这个徐晓东他就穿着拖鞋 好来我们来看这个画面 观众朋友你很明显 可以看到谁是赢家 对 就是穿着黑色衣服 他就穿着拖鞋 就是这套衣服 然后穿着白色 穿着传统武术服的 就是号称 雷公太极 太极宗师 雷雷 雷公有时候他称他是雷公 他的本名叫魏雷 对 因为然后后来 一路追打他 他几乎没有还手的能力 对啊 因为这个雷公 雷公太极他之后说 他这个地板上是有软电的 所以他说因为软电后 是因为地板的关系 撤退的关系 不小心跌倒了 哦 没多好跌倒 纵杰你看是这样吗 我看 你是航家吗 你看他的序赢观点 我觉得他是后退 躲对方的拳 来不及跌倒的 对 对那没办法 那当然这个 所以很明显是高下力判 对高下力判 因为裁判要终止这个比赛 不然他在上面坐上去 猛拳进攻 这个对方是会受伤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 裁判一定会去介入这个比赛 这雷公太极最后 后面他也发表了一个言论 他说要是我用内进 我的内进还没有用 因为当初我在打之前 那干嘛不用呢 既然要对决了 你应用啊 不行 他说我的师傅 如果说用这个内进打出去 徐晓东可能现在 就不知道人在哪里 所以会武藏剧烈 对对对 武侠小说有血了 对所以他为了不伤人 所以雷公会输星远 人家他还没有用内攻就对了 对这是雷公说的 那徐晓东 应该是运功还没运完全之后被打了 是这样吗 好不管了 但是这个徐晓东确实是爆猴 他现在狂到什么程度呢 他要办天下武林大对决 他广腰 他说什么派六大门派 你们都来跟我PK没有关系 我要跟你们对决 哇他要来台湾跟我们的馆长 订口机啊 实际上这个是一个误会 徐晓东他在他的微博上面写说 他要来跟这个馆长交流 这个交流 不是订口机 交流的意思其实很多啊 那媒体记者会解读说 要来跟馆长切磋一下 是 实际上在馆长他自己的这个直播里面 他也说我没有 徐晓东不是要跟我打啦 他是要跟我 来切磋切磋 知识上面的交流 知识上面的交流 但是交流是不是就是要比划比划吗 这个倒不会啦 当然是训练啊还有知识上面的 好来 周杰森你出来一下 因为你也是 你被称为是格斗博士 对 你是格斗界高学历的格斗达人 对 如果啦 我们假设徐晓东来台湾 要跟我们馆长对决 订口机啊 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比划 甚至他能不能记得 我们都不知道啦 必杀技是什么 那我示范一下简单 综合格斗其实分成战力技 还有倒在地板上 因为倒在地板上可以打 所以我们稍微简单示范一下 中文歌都一般的战力技 你男生打女生你这样 不会他是教练 我以为我不是打在他身上 他是教练啦 我打他打身上 对 我想说男生打女生胜之不武咧 好来 开始 好简单做拳法还有腿法 哦 哦 哦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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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 看他变了 啊 哇 啊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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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伸頭 力道很大的 來來來來 嚇死了 我來看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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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有串嗎? 沒串耶 連串都沒串耶 我們說幾個大概一拳就KO了 比賽還是有分量級啊 假設啦 徐曉東真的跟我們館長PK的話 會這樣想贏啊 我會 我會投館長一票 我也投館長 你投館長一票 館長看起來現在比較恐怖有力 對 館長的體型大概是90-100公斤這樣子 然後徐曉東還沒有那麼重 而且肌肉量有一點落差 那徐曉東有談到 他說其實在武術界 可能也包括格鬥界喔 很多都是假的 打假的 真的當然很多都打假的嗎 實際上在中國比較多傳統武術或是日本 別的國家他們會有一些假拳的部分 他們所謂的假拳是他們會把這個傳統武術 好 我們來看這個畫面 放到畫面給 正前幫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打真的打假的 他們說這個打假的 這個很有名 這個真的假的吧 柳龍拳 你還沒接觸他你會發現 你用手一撥啊 頭一點啊 他人就飛出去 柳龍拳啊 柳龍拳 他是一個這個河氣道的派系 那他製造一個大東流河氣炮 河氣道 那當然像他這個很誇張啊 你接觸他摸他 隔山打牛都沒有問題啊 隔山打牛 結果最後 最後這個日本的媒體啊 他就花了一筆錢 他就跟這個柳龍拳說 我請一個人 你來現場試探 我找一個綜合格鬥家 你跟他打 好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那個畫面 現在有一個新的畫面 那這個呢 這個真的假的 這個 這個我們也斷定是假的 這也假的啊 對 因為他就是隔山打牛啊 這個也是很有名的 這個中國太極權的一個師姐 那最後啊 因為他這個影片的 影片的真實性 所以變成說 他被這個太極權 逐出這個師門 所以這就是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你認為他會超乎科學的常理 對 比如說我一打一個人就飛很遠 那這個是超乎科學的 所以他自己跑飛的 實際上如果以這個觀點厲害 就厲害 其實厲害的是 飛出去的人 飛出去的人 飛出去的人比較厲害 飛出去的人比較厲害 所以就有這個也是記者 記者就是現場實驗 記者站在前面 後面排的是五個 一推 記者沒事 所有人飛出去 結果後來他就說 那這樣子的記者站後面 記者站後面 他們所有人站前面 一推 記者不動如山 所以還是 不那麼科學化 所以這個是打假拳的部分 所以當然就 所以剛剛我們看到那些畫面 都是假的 對 所以就會有一些派系 就會有一些 格鬥他們會去約他們出來說 我們來打一場真的 可是他們一定不會 他們一定會拒絕 所以他們就會用很高的獎金 來誘使他 誘使他 誘使他出來打 沒有 打假的還是打真的 打真的 比如說我是一個打假拳的師傅 那當然媒體記者 他就誘使他 你出場我就給你50萬 你不要 100萬 我給你100萬 你跟他打一場 這個是真實的綜合格鬥家 然後一打 沒想到多穿幫了 而且撐的時間大概跟 跟剛剛那個 那個徐曉冬跟 那我們經常在電視上看到 他們穿得非常華麗 在格鬥的那些是真的假的 電視 應該說武術的一個 藝術的表演 跟實戰格鬥不太一樣 我們應該這樣說 很多人會說這個 太極拳跟中文格鬥 太極拳是不是實戰 我們不能這樣說 如果說今天一跑步的選手 跑100公尺的選手 是跑步的選手 還有跑42公里 馬拉松也是跑步的選手 誰跑得比較快 當然是100公尺的 不一定 可是如果說我們今天 射的距離是5000公尺 或是1萬公尺 你射的東西不太一樣 就是在不同的基礎上做比較 對 如果說 就像說打籃球 有人是籃下很厲害 他是中鋒 他200公分 或是一個後衛 他可能只有180公分 到底誰籃球比 這個不能這樣來比 他們比的東西是不太一樣 鑽姐你 不要再說那麼多 鑽姐剛剛那個真的很好看 有沒有更厲害的 有 我們有簡單做一個 那個綜合格鬥 我們剛剛做的是戰力系的格鬥 但實際上在地板上也會有 比如說這個力庭教練 像我們在這個徐曉東 跟那個蕾蕾在進攻的時候 最後那個徐曉東往前衝的時候 如果說一般 你要拆解427那一場 對 沒有我們在做一個 簡單中和格鬥的一個技巧 這蠻多人會使用 當我出拳的時候力庭教練 好力庭教練 蹲下去抱我的腳 這個時候一抱 他可能一衝 我就會後仰 所以一般我們會在這個時候 做一個斷頭台的部分 斷頭台 就是你的手會圈住他的脖子 然後當然 如果說我身體向敲敲把 身體向後仰 那當然力庭教練 他沒有氣的時候就會拍 OK 瞬間就放鬆 那個時候你的氣管 整個都被對方壓破 那除了這個戰力系以外 我們兩個體型是有一定落差 所以針對脖子氣管的攻擊是非常好 當我們兩個在打的時候 我們常常不是打架 其實不是大家想像這麼完美 常常打一打會抱在一起 這時候好 力庭教練可以推我的手肘 我拉到後面 跑到後面 他跑到後面他可以做什麼 他一樣可以握我的脖子 那如果說假設我的身高 是有一定落差的話 那等一下力庭教練會跳到我的背上 他跳到我 跳到...好 不要要太緊 他跳到我背上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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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勒著脖子 那一般的情況 如果說我們一般手是這樣勒 我們這樣一拉他就開了 所以他會讓手藏在這個 左手的手肘窩裡面 然後他固定住以後 這個時候拉 這個時候就拉不開了 如果說他一勒 OK好 那接下來你會說 那我是不是往後倒就可以了 不對 往後倒的時候他會 站到地板上 他站到地板上一樣 順便順勢可以把你脫下來 這個是有關競爭 在...競爭的時候兩個那個 有些勤拿格鬥的部分 那當然我們會說 競爭勤拿格鬥的部分 或者是兩個人再打 打一打 我可能是倒在地板上 我去攻擊他的時候 他一樣 他在下位也可以把我勒 勒掛 那他只要把他的大腿 壓到我的頸東慢 然後把我頭往下壓 然後一樣 一樣會做一個姿勢的動 我真的很怕你的頭被扭斷耶 那一般的情況 如果說我們一般手是這樣勒 我們這樣一拉他就開了 所以他會讓手藏在這個 左手的手肘窩裡面 然後他固定住以後 這個時候拉 這個時候就拉不開了 如果說他一勒 OK 好 那接下來你會說 那我是不是往後倒就可以了 不對 往後倒的時候他會 站到地板上 他站到地板上一樣順便 順勢可以把你脫下來 這個是有關競爭 在競爭的時候兩個那個 有些琴拿格鬥的部分 那當然我們就說 競爭琴拿格鬥的部分 或者是兩個人再打 打一打 我可能是倒在地板上 OK 我倒在地板上 好 騎上來 就像那個徐曉東那個 縣長 縣長還原 好 立林 他可能握拳頭 出拳攻擊 這個就打假的嗎 他沒認真打你 我沒有了解 很簡單的一個 做你的動 你的釋放 打一打以後 他會做一個 那個十字固定 那對方的手部 好 來 轉 對 練習 一樣 十字固定 下來以後 因為他的腳壓著我的脖子 所以我身體是起不來的 腳壓著我的脖子 然後他只要屁股往上頂 OK 那你的手部會受不了 而且這個手是沒有辦法去救他 那當然如果說 一樣啊 正在列庭教練是中央的脖子選手 我在上位 我人是在上面 他在下面 OK 好 夾著我 等一下做三腳腳 一樣我去攻擊 我去攻擊他的時候 他一樣 他在下位也可以把我勒掛 好 來 一樣他的腳會上來 三腳 夾住 夾住 你會覺得說這個圈住好像沒有什麼 不對 其實圈住講話就很辛苦 再放鬆一點 圈住的話講話就會很辛苦 那他只要把他的大腿壓到我的緊動慢 然後把我的頭往下壓 OK 一樣 一樣會做一個姿勢的動 我真的很怕你的頭被扭斷 不會不會 這一般的這個關節技 因為我們針對這個體型 實際上有一定的落差 那我跟列庭教練的力量 可能會有一定的差距 所以他針對脖子去做勒緊的效果 會非常好 所以這件事告訴我們 不要小看在路上 看起來弱小的男生還有女生 好厲害 他們高手 身懷絕技過虎長肉 當然這些技巧 慢慢的訓練 他會變成一個反射神經 就比如說 阿娟姐你在平常開車或騎車的時候 你會去思考說 我今天要怎麼開或怎麼騎 我不會把腳放在方向上 你也不會說 今天吃飯拿筷子 我要想我要用什麼樣的手勢拿 不會 很自然就可以把它拿起來 所以這些這個格鬥技巧 或是這些技巧 會融入你的自然反應裡 自然反應裡 好 談完了格鬥之後 我們當然要帶你來關心的是 諸葛亮傳出病情惡化的消息 大家為我祝福 為我快樂 和我信心 躺在病床上 諸葛亮臉色顯得不太好 去年9月入院前 自拍影片要粉絲替他加油打氣 沒想到今年2月再度入院 已度傳出病危 後來病況轉穩 讓粉絲好不容易鬆口氣 現在平面媒體報導 諸葛亮病情有惡化 肝衰竭 這幾天就是關鍵期 實際上我的大腸癌是很厲害 大腸癌已經動了手勢了 然後肝臟有6顆 有一顆5公分的已經動了手勢了 早在2月宣傳電影大吊歌 就透露矮細胞轉移 不只肝臟有6顆腫瘤 肺部也長了5顆 據了解 院方本來給予口服化療藥 但服藥兩天 諸葛亮身體就支持不住 只好停藥觀察 這幾天更是肝功能衰退 眼白和皮膚有泛黃症狀 每天清醒時間只剩4小時 語言已經交代好了 但沒想到我有機會活過來 在傳病危消息 諸葛亮經紀人出面回應說 諸葛亮病患OK 沒有更好也沒有更壞 病情和以前差不多 也沒有要出院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謝金燕 在病塌前 照顧諸葛亮姐姐謝金燕 終於露面 透露20號 將在紐約花蓮慈彙堂開唱 謝金今下週也要飛印尼商演 行程都已經敲定 現在只盼望母娘顯神威 保佑諸葛亮再度化險為夷 三零新聞 虎克強大陸 很多人關心諸葛亮的病況 對 正妹你有去了解嗎 有 因為諸葛亮大哥 現在住在台大已經兩個月了 其實他的病房外面 日夜都有這個狗仔隊在手 那我的朋友他是說 其實上個禮拜 諸葛亮大哥的病情還OK 那常常還會聽到 這個病房裡面有聲音 因為他們不能太靠近他的病房 必須要站到外面一個 可以曬陽光的那個地方 記者都在那裡 可是一個關鍵是因為昨天晚上 我的朋友 狗仔隊的朋友說 昨天晚上就發現醫護人員 進進出出他的病房 所以他們就研判說 諸葛亮大哥是不是病情 出現了一個狀況 就開始擔心 所以今天才有一個新聞是說 諸葛亮大哥的病情惡化了 尤其已經轉移到肝慎了 然後現在狀況不是很樂觀 但是 因為傍晚的時候 他的經紀人跟他的家人 都有提到就是說 其實跟上禮拜差不多 所以現在變成兩種說法 其實諸葛亮大哥 現在也是在跟死神格鬥 是不是 也是在搶時間 但我們相信 他的病情應該是很樂觀 但現在有個問題 是因為我跟這些 守在他病房前面的媒體 記得聊天 他們就說沒有任何人可以問 沒有任何人可以問 因為他的家人不會透露病情 經紀公司絕對不會講 因為經紀公司說 現在都是交由諸葛亮他們的家人 去處理這個病情的部分 那謝金燕的經紀人也說 他說我們絕對不談 朱大哥的病情 尤其我也問了狗仔隊說 那謝金燕都在那邊待了這麼久 到底有沒有看到他 因為你每天站在他的病房門口 有沒有看到 他們竟然跟我講說 兩個月完全沒有看到謝金燕 那就表示說他們出入 應該有其他的通道 即使拍都沒有拍到 你看兩個月了 你到現在也沒有拍到謝金燕 是不是 一直沒有拍到 好 那現在有個狀況是 到底病情怎樣啦 因為之前彩华姐不是就說 他促成了這個婦女能夠復合 立刻經紀公司就打臉說 沒有啦 你不要這樣講 根本不是你 所以現在沒有任何人 去透露朱大哥的病情 因為一講人家就否認 因為畢竟現在還在跟死神格鬥的狀態 我相信是樂觀的 年姐 剛剛其實談到了彩华這一段 沒錯 球球是很少主動發言的 大概娛樂圈或者跑娛樂的記者都知道 全天下最難找的經紀人就是球球 對 因為謝金燕這幾年是不接受採訪訪問的 除非記者會 他直接就宣布了等等的 就是沒有近距離的訪問這樣子 那球球是唯一的管道 可是球球私事不會講 那公司就一年每年都是那個歲末那個 那個掛年而已嘛對不對 所以球球很難找 你要問他 他事情太不見了會講 可是這一次講話了 為什麼 因為記者 就是說 因為彩华正好有活動 他們就問彩华 然後記者就設定一個題目 問說 聽說外界傳說 彩华啊 是你 你在促成 小燕子跟朱大哥和解 所以台大音樂才出現說 小燕你在那邊陪了半個月陪了多久 就是這樣子 然後彩华說 你不要這樣說 你不要這樣說 我沒有這種功勞這樣 可是記者寫出來就是這個樣子 就是說是 外傳往彩华牽線 所以和解了 那事實上 所以這件信讓球球 包括世界本人可能非常不開心 那球球就馬上 因為記者後來又補了一篇 就問球球 球球說 沒有喔 不是這個樣子喔 他們是很自然的方式 就破冰了 因為其實小燕子也一直在努力 他其實有一直去幫爸爸拜拜 或什麼之類的 那時間到了 他們就碰面 沒有任何人牽線 也不是彩华 那為什麼記者會去問王彩华 是因為記者知道 王彩华跟朱大哥的感情很好 我姓鮑 我姓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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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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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姓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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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其實從王彩华事件 我們會發現 球球確實是一個娛樂圈最難找的經紀人 對 如果他不主動出來說話 你根本找不到他 對 因為你當然就是要互主嘛 經紀人很重要的工作是在這裡 那我的組織就是低調就是不講話 那我那麼多話 那還像話嗎 當然不可能嘛 所以球球就是很難訪 也很難講出什麼真的很大的秘密來 是不可能的 所以才會有時候他打臉王彩华 那像你們跑娛樂新聞 什麼樣的經紀人最難搞 或最難找 其實很多經紀人就是官事的談話 或是說他有事情的時候會來找你 你有事情找他的時候他就不見了 常常是這個樣子 好 可是去年有一個事情 讓大家見識到 你知道嗎 全世界這麼多白白種的經紀人 有一個經紀人最嗆辣 而且最凶悍 終於被大家發現了 你知道是誰嗎 誰 去年有一個事情就是 有一個人突然上他的微博 痛罵我們林志玲 我們林志玲姐姐EQ這麼高的人 被罵得狗選人罵林志玲 對 有一個人罵林志玲 罵得很難聽 什麼很難聽的三字經 像冠希啊 對 冠希哥 還有不是經紀人 不是喔 那他罵林志玲就說 你什麼什麼用很難聽的話 然後最後就說 我告訴你喔 你知道我是誰嗎 我是陳冠希 我是個瘋子 你不要惹我 而且你不要什麼擋別人的路 什麼什麼的 後來還知道說 然後他還講說 我的新衣憑什麼你不讓什麼什麼人參加 就不讓你來參加 所以他現在是經紀人 原來他是幫他的女朋友 要秦淑培出頭的 大陸的一個名模 秦淑培因為這我的新衣 不讓他參加了嘛 所以他就替他出頭 還偷罵林志玲 大家才知道說 陳冠希已經變成秦淑培的代言 就是代理人跟經紀人了 我們來看這一段引起港台 軒然大波的嗆到發言 我是陳冠希 我是瘋子 我會罵你啊 那邊的人已經講過一個月 我說我們可以 私底下去處理那個事情嗎 在我的世界裡面 你有錯 那你說什麼 我希望你可以自己本人 去解釋給大家 你說了在哪裡 我自己覺得非常的莫名 而且有委屈 因為我完全不知道為什麼 有這種事情的發生 如果陳先生你有什麼想要 告訴我 或是能夠方的上忙的話 真的是直接告訴我 人家經紀人都很圓滑 是 哪有這麼嗆辣的經紀人 沒有啊 我告訴你還有一個更嗆辣的 這是我們本土天王天團的前經紀人 因為他們現在這個團 已經結束了 就是5566 你知道嗎 去年也是這個金曲獎的時候 金鐘獎的時候 就是說希望說他們可以合體 五六合體 多難啊 已經結束十多年了 好 那他們就答應去參加那個盛會吧 但是你知道嗎 翻應了之後 有個人跳出來了 就是我們孫德榮 因為文化部要求金鐘獎 要五六合體 創造中國演藝圈的團結 曾經瘋瘋瘋瘋瘋瘋瘋 如果這次合體 不能瘋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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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瘋 孫大砲孫總 他說 怎麼可以這麼輕易就答應了 五六合體 是這麼輕易就答應了嗎 我都還沒有收口 我告訴你 我有四大訴求 我有四大要求 你們要答應了 我才讓他們五六去參加 他們要有特定的包裝法 還有專車來接送 然後現場還要放幾十秒 就是VCR 就是他們過去的一段這樣子 台下你知道嗎 台下要設兩個位置 季晴要坐那邊 因為季晴是王仁甫的太太 還有小刀一定也要坐那邊 小刀是前團員 經紀人要求好多 對 然後就說 他們就說 真的是天團來了 然後說 我告訴你們 你們這四點如果不做到 我有辦法讓他們 就不登台 就不上你們這個典禮 我可以做得到的 就這麼兇悍你知道嗎 但是這種通常都私底下講 沒有公開開記者會講的 他開記者會啊 後來你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後來呢 這四大訴求沒做到 做到了 不然 我們在那一家中 我也是在那邊 那是 他就 都他了 不說 他有